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民陣剛剛的宣布 他們就說經過了點算以後 以及對比了6月的遊行情況 相信今天參與遊行的總人數 是超過6月9日的103萬 這個當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數字 因為經歷了已經是大半年的時間 民情民意依然是一點都沒有減退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這次是被警方粗暴腰斬的情況下 在去到下午5點45分就說要解散 依然是有超過103萬 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那班警察在搞死棍的話 是可能貼近到6月16日的200萬人的數字 至於那班警察又怎麼說呢 他們又公布了 截至下午5點多時 有大約4萬7500人在維園出發 當時有大約1萬3千人仍然在維園 你說這些有沒有人相信 單單站滿整個維園的草坪 已經不止1萬3千人 你這班傢伙就用這個偽進制來點人數 你問一下參與遊行人士 入了維園等了多久才能出到維園 這樣的數字拿出來都恬不知恥 而且這次對於宣稱運動議員 或者不停地大潑冷水的政團 又刮了一巴掌 是有超過103萬的市民 在這樣的情況下 依然是無畏無懼出來參與這個元旦的大遊行 就已經是再次顯示出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就是主流民意 而且市民參與抗爭 並非是三分鐘熱度 和以往的所有社會運動 是完全兩回事 希望那些人就不要再次誤判 好了 說回今天的遊行 你這班警察在下午5點半時 就通知民陣 要求他們在三十分鐘內 就要將整個遊行隊伍解散 這些擺明是甚麼 就是打壓人權和草奸人命 大家試想一下 有103萬的市民 在港島區各條街道之上 在走的時候 怎麼可能在半小時內 完全是消聲匿跡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你竟然要求那些扶老攜幼的市民 半小時內散水 你不是草奸人命是甚麼 而且你們這班傢伙在灣仔和中環各區 竟然採取維捕的策略 去包抄和平示威者 那些人是乾犯了甚麼 你又要亂拘捕 到底是否要跑數 是否要數夠人頭 拉狗一萬人才安樂 還是你想怎樣 好了 還有 你在那個密集的遊行隊伍當中 就施放這個催淚彈 昨天在元旦的凌晨時分 你在旺角已經平射了幾個催淚彈 射中一個女作家的眼睛 你竟然還在這個密集的人群當中發射 第一 你那些就是化學武器 對於長者、小朋友和長期病患者 尤其是嚴重影響的 你完全不看出市民 第二 你向一個密集的人群發射 當市民來爭雙酒鼻的時候 隨時再醞釀一次人踩人的意外 你到底有沒有想過市民的安危 還是一味喜歡射就射 這些不是打壓人權是甚麼 不是草奸人命是甚麼 根本上就是反人類的罪行 應該是拿去國際法庭審訊 而且是接受國際社會的制裁 這樣你也做得出的 再加上擺明警察 就是再次懼怕 有百萬人的市民 這個情境遊行再次出現 於是你就腰斬了它 可惜你也為時已晚 在這個情況下 依然有超過103萬市民出來了 不要算是未出發 甚至乎是未出地鐵站的市民 是不是 那麼怕做甚麼 這個就是民意的彰顯 好了 這次到底首場的大規模衝突 是在哪裏出現的呢 原來是在軒尼斯道 和勞鴉道交界那間匯豐銀行 根據報導所說 今天遊行初段大致平靜 僅僅是有部分銀行門口 租到桃鴉和畫花 在下午4點多的時候 這間灣仔軒尼斯道和勞鴉道交界的匯豐銀行分行 就租到裝修了 其後幾十名防暴警察和便衣警員趕道 和示威者俠路相逢 成為了全日激烈衝突的引爆點 又說說另一宗 這宗同樣發生在下午4點多 在灣仔軒尼斯道和杜魯智道交界的 在一家中國人壽分行 遭到兩名蒙面的黑衣男子 撥爆了玻璃 有現場目擊者質疑是臥底警員所為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呢 原來這兩名男子 跑向了警員的方向 然後大叫自己人 現場警察不為所動 沒有向這兩名男子 作出任何反應以及行動 使得他們質疑 到底他們撥爆完玻璃之後 走過去便可以大叫自己人 又沒事呢 而根據城市廣播的Facebook所說 有示威者問他們是否手足 他們沒有回應 而且面有難色 有人再追問是否黑警 於是乎逃跑了 當然警方是例牌否認 他們發出這個新聞稿 在下午4點多鐘有蒙面的黑衣暴徒 擊碎灣仔牽尼斯道一家銀行玻璃 案件已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 跟進調查 網上有人引述造謠者的說法 誤滅這些破壞行為是警察所為 強烈譴責有人製造假消息 意圖抹黑警隊對此深表遺憾 這是警察否認的新聞稿 到底這兩名黑衣男子是甚麼人呢 其實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是喬莊的示威者 扮鬼扮馬 做完這些事後就嫁禍給遊行人士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這個示威者 不過被人捉錯鬼 無論哪一個可能性是對的 其實警察也有問題 如果這個是喬莊的示威者 當然有問題 做鬼扮鬼扮馬 這個不用再多說 但是如果這個不是示威者 不過他大喊自己人 你就不為所動的話 你也是有問題 為甚麼喊自己人 可以做甚麼都可以 為這個變成了暗號 煩親大喊自己人 那你就動篤站在這裏 在大埔那件事已經是反映出來了 你是有往跡的 大埔那件事正正是喊小李老母自己人 你就把他放開了 到底這壹事 是不是那些示威者 採取了所謂自己人的策略呢 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我對於捉鬼 完全沒有興趣 為甚麼呢 我講幾個原因出來 第一 他打打那間是中國人 就是藍店 不用說了 所以我沒有興趣 第二 就是他並非直接導致 腰斬遊行的主要藉口 大家看看這個民陣副召集人 他接獲警方通知 由於有人破壞匯豐銀行的分行 所以他們迫於無奈要疏散 由維園到中環的遊行人士 因為是警察要求他們解散 如果不解散民陣 就需要負上這個刑事責任 很明顯 這壹事不關 所以不是直接導致腰斬的 就是藉口 當然 他要腰斬遊行 總要找到藉口 他要說甚麼都可以 這壹事顯然不是 第三點就是 之前都不少人曾經是捉錯鬼的 例如大埔那件事 又說那個人是假的 那個不是示威者 最後人家混進去的時候 就通過一個巨權威性的網民 那個叫做攬炒巴打 在連登幫他講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所以我對於這些捉鬼 完全是沒有興趣 但是市民對於警察有懷疑 是正常的 因為警察的往績實在是太差 比如說在以前 在銅鑼灣拍例酒店 有人拍了出來 就已經看到警察 做了一些非常有問題的行為 而且曾經被人斷鏡 你是假裝鬼 假裝馬橋 示威者 你自己也曾經認過 於是現在網路 就有那些 五毛、酒狗 就是帶風向 就引起市民互插 試圖把和理非和勇武派分化 實情根本不需要理會這些人 這件事只不過是遊行當中的小插曲 是無礙帶局的 所以把矛頭指向打壓人權和草奸人命的警察 就可以了 不需要聽那些人在互插 引誘大家 這件事最終也是失敗的 為何你分化和勇會失敗呢? 只是看看遊行人數已經能夠反映出來 你政府過去半年不停在主流媒體賣廣告 下外被暴力強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林鄭出來三身五零 要求市民和勇武派割席 結果就沒有人理會你 今天元旦大遊行 超過103萬的市民 再次站出來 用腳去投票 之前十一月二十多日已經用票去投了一次 投完之後你就當別人抽死無事了他 不過國際社會看得我們的民意很清楚 不過元旦大遊行再次站出來 其實不只是向你展示民意的 亦是向那些被拘捕的示威者 告訴他們 我們的市民沒有忘記他們 所以你分化和勇 不可能成功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